我们科研室品牌之友演员歌手余文文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哈喽 科研室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是文文 余文文 我是文文 余文文 那欢迎我们的余文文来 那首先最开始来我们全场的各位 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K星人 因为10月7号是我们文文的生日 那我们在这边稍微晚了三天 但是我们在这里集体祝余文文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过了很多天的生日了 一直在过生日周 过了很多天 但是今天我们科研室是宇宙的狂欢节 宇宙上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祝福 所以今天首先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许个小小的愿望在科研室 跟大家可以听到的愿望 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想要发生的事吗 首先呢就是祝福所有人能够身体健康 因为呢我们得有个好的身体 接下来才能好好地工作 努力达到人生的所有的每一个小目标 就是身体健硕了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达到人生的小目标 但是我们肌肤是身体的一大器官 所以这里面也包含了大家皮肤要好好 皮肤也要保护好 好的那最近呢我们也想来问一下 文文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动态 赶紧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吧 大家都好着急 刚刚发了新歌嘛 叫做Beautiful 也是在生日那天发的 其实这首歌是我送给所有歌迷朋友的歌 对里面也是表达了 因为大家一直在说让我给他们写一首歌嘛 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 也是希望刺猬之后 再一次地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做自己 因为自己永远是最美丽最Beautiful的 不要在意介意其他人的眼光 勇敢地去拥抱自己 包括拥抱自己身上所有的不完美的瑕疵 因为每个人都是完美有瑕的 怪不对吧 就是今天我们听了就是这个Beautiful之后 大家会觉得啊好甜呀好甜美呀 原来是写给大家的歌 就是带着爱鞋的 就带着爱鞋给你们的 好的那我们这边说了我们这个歌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最近还参加了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对不对 但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了 你觉得讲脱口秀难还是唱跳比较难 唱跳难 唱跳更难 唱跳难 那后续的话就是有想过说 后面可以给大家就是再合作一次脱口秀带给大家吗 主要是我就是我是一个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人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的幽默细胞还行 就没有特别差 就包括之前去跟身边很多的朋友也合作过 比如说广志啊对我们也一起拍过东西 然后也跟薛琴啊一块上过节目 然后也跟杨迪啊就是我们也是很好朋友 像这种就是自身就很有表演天赋的这种幽默感 非常强的朋友们跟他们在一起 我也没觉得自己特别拉胯啊 就是感觉有点就是幽默细胞就很强烈在那的 对所以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很用这方面天赋啊 就是以后有这样的节目也可以多邀请邀请我 多邀请剧类节目也可以找一下我们的文文 好的那我们也来聊一聊 因为上一次来科研室直播嘛 我们聊到的是马上要见到我们的林楚平了 但是现在林楚平已经跟我们正式见面了 而且我们已经看完了完整的剧集 真的看这个消失的孩子的时候就 楚平真的是一个怎么说的 就是自己藏了太多事情的女孩子 然后之前也说了嘛 就楚平这个性格跟文文来说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现在我们回想起来 你觉得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挑战是比较大的吗 对啊非常大 因为很难想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会怎么处理 肯定不会像楚平这样自己默默的一个人去解决 去查这个人到底是谁 所以也是想借这样的一个角色 今天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非常感谢科研室给我这机会 能够在这也是呼吁大家要勇敢去面对人生当中所有的创伤 遇到事情第一时间还是要去找警察 然后呢去相信所有的一切光明的力量能够带着我们走出黑暗 有困难找警察就不要害怕就是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不要自己去查 好的那我们这边看了非常多的戏 然后里边有很多情绪上的戏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让你很难忘的一场戏 有有主要是我跟李斯丹尼有一场戏就是他是警察 他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哭 我就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不开心的事 我就一直在这哭 因为他是女生警察嘛 就在那哭 然后我边哭就边想起我们参加那个拳击的那个综艺 他就在那个台上暴揍我的 想到了他暴揍你然后你就哭得更厉害 我一边看着他的脸 然后我一边在这哭 我就一边想着他在那个拳击的台上在那暴揍我 我这个心里就越发的难受 然后就很出戏 那时候我后来拍完那场戏我就说 哎呀我刚满脑都是你暴揍我的样子 就是大家有想象过就是我们楚楚可怜的楚平 在那边就是拽着他生命当中的一根警察的稻草 结果脑海里面在想的是 啊让你揍我让你揍我 好的那我们这边也说了 无论是跳舞啊综艺 还是说我们就是做音乐等等 其实都要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就是肯定是要熬夜的对吧 对 那我们想问一下 你今天皮肤这么好 所以是不是关于熬夜上面 会有一些急救的小秒招可以跟大家分享 熬夜其实最伤的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你首先伤肝内脏 然后你的内脏不好呢也会反映到你皮肤上面 但是通过化妆品和所谓的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护肤品也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就是比如说一些很很常见的比如说鸟叶最最开始的就是这个黑眼圈嘛 然后就是皮肤暗沉 对暗沉嘛 其实我一直要跟大家说就是多喝水多睡觉 然后多吃饭 从现在内在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靠我们所有的营养品和护肤品呢 去维持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形象 这个才是我们内外兼修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摆了这么多护肤品 都是在帮助我们去修复我们就平时造的孽啊 你们现在不好好睡觉啊 不好好喝水 然后呢熬夜打游戏 对不对 包括工作上的一些日常的压力等等的 其实都是在损害我们整个身体 然后我们再去靠这样的没有副作用的 没有对皮肤有负担的这样的护肤品去帮我们修复 好神奇哦 怪不得就是文文最开始都说说明年生日愿望 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身体一定要健康呀 因为你知道你粉丝也经常熬夜对吧 对就是所有的护肤品都是在基于一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个身体状况之下 然后我们尽量的靠这些自然天然的护肤品去帮助我们 达到一个最美丽的最健康的一个状态嘛 那想问一下文文在双十一期间 有没有说你爱用好物然后加入到购物车里面 当然有啊但现在双十一还没到就是现在就是累计购物车的时间 然后再去清 今天就开始了对今天开始了就是正好赶在我们就是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 所以一会呢下播了之后肯定要购买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产品想推荐给文文还有我们各位粉丝的 那首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这一个广告片专业玩家 就是我们上一次的拍摄 这款其实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说我就是包括一直到现在 我对我都自己在用因为它非常的清爽 包括我每天到上妆嘛上妆之前其实不能涂负担太重的产品 不然的话你也知道吗上面都是油不好上妆不服贴等等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款我自己其实一直在用它很清爽很轻薄但是又能够起到它该起到的作用 嗯好的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文文也非常喜欢 而且之前跟我们拍摄了一组专业玩家的这样的一个大片 那它呢是用透明瓶子装的就证明它的这个透明维C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所以呢大家不用害怕说用维C的时候我脸会不会被氧化呀 跟空气发生一些反应会变得黄黄的不会的 它非常的稳定而且呢它清油清水它不怕光热 而且也不怕跟我们空气里的氧气发生一些化学变化 而且呢它用下来之后它肤感真的非常好 就像文文刚才说的就是很清爽 对首先我闭眼被种草的时候 闭眼被种草的时候 就是外表 对就是它的一个外表 我当时在之前那个直播也说过 能敢用透明瓶子的化妆产品 包括护肤产品它本身就不多 因为很多产品它都是怕阳光的 就说明里面的某些物质它是怕光的 但像这一种呢它敢用透明名字 透明的这样的一个瓶子 就是它很敢 就是我们敢跟大家说稳定 说明它里面的就不怕光照 对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质感是非常轻薄的 不像是我们在手上11年 不像是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呢 它很厚比如说适合冬天 你需要很厚的护肤品去保湿 但是这个呢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攒很多品也不会过期 你这个一年四季都用的话 就会消耗很消耗的很快 所以可以一下子称比如说双十一 我们把一年的量都买了也没有关系嘛 对的 因为呢我们这个你看 现在用起来整个皮肤就亮亮的 而且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它味道也是那种很纯天然的味道 其实科研室的所有的产品 它有一个特点 它不会是有那种很浓郁的香精的味道 它里面不会添加很多的香料 它就是非常淡的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不会让你比如说晚上涂完熏的你睡不着觉 对不对 就是非常淡的很自然的 接近自然的那种味道 很舒服 就很舒适的 对很舒适 那我们这一个呢 它里面除了我们的透明维C之外呢 它里面还加了一定量少量的水氧酸 它可以帮助剥脱我们费旧的角质 可以让我们脸会加速代谢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会变得很饱满了 那同样它里面还加了贵副成分 我们的玻色因 它呢用了之后呢 可以让我们的胶原蛋白能够形成 能够让你脸看起来更加的弹性 而且是亮润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用一下 那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 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offer 那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 买50毫升的我们的蛋白精华 买就送我们同款的 这一些49毫升的量 那同样呢 我们还送你一个我们的A纯精华4毫升 那同时它里面有一个 我们双十一的环保袋 还有手持化妆镜 这个都是在我们购物车里面要送给大家的 但是我们推荐大家 大家在拍的时候呢 我们提前加入会员 因为加入会员了之后 才会有更多的礼赠 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好的那说完这个了之后 那我们的蛋白精华 你的用完了之后 有没有跟其他的一些产品一起使用呢 我自己的话 一般就是全脸用一两泵就够了 然后再比如说有痘印啊 或者皮肤有的时候太暗 就我熬夜 那我不是故意熬夜啊 大家不要学我 我也是工作原因 工作原因 对 很暗沉的地方会再加强 再涂一层 搭配产品的话 其实我自己的话 是搭配这个蓝色的这个 还有这个面霜 还有这个水 水一般就是刚卸完妆 全部洗完之后会涂一层水 那水它其实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也没有很厚 也没有很黏 所以就是习惯性的 我都会用水 因为我们这个水的话 它可以镇进我们的肌肤 尤其是熬夜了之后 其实脸是非常容易刺痛感 再加上它会有一些出油的现象 其实科研室的这个 就这个叫什么 尖角花水 尖角花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它是出了名的 起到震惊的作用 像我这种敏感肌 爱泛红的这一种 它就可以帮你舒缓 不会有刺痛感 在用其他的产品的之前 给你先做一个很好的集点 就是先把我们这个肌肤底子 我们这个地基把它打好了 后续就会更好 那刚才有提到我们这个A唇 其实我们也想推荐大家 就是早C晚A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就是这个A唇呢 它主要之前 它刚开始研究的时候 是用来制痘痘的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 这个VA酸呢 慢慢慢慢地演变 它竟然会有一些淡化细纹 然后能够让我们肌肤 能够重拾新陈代谢 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 K老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这边也是推荐大家 可以搭配我们的淡半精华 一起使用 而且它里面 不仅仅是只有真A唇在里面 它还添加了我们的弹力多泰 然后还可以有我们的弹力纤维 能够形成 同样的里面 还有我们的心肤仪 就是大家不用害怕 它过于刺激 它刚有一点点 让它活跃起来 它就用一双手帮它抚平 所以它又有效果 然后它又很温和 那早C晚A有什么科学原理 来考一下文文 有知道吗 我记得是跟 我们皮肤的生物中 有关系对不对 对的 那就是我们皮肤昼夜节律 那我们的皮肤呢 其实是身体的主要的器官 它拥有自己的生物中 它会调节自己的状态跟功能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 我们是推荐大家 可以用一些维C类的产品 能够保持我们一个 自我的一个修复 那到晚上的时候 它在自我修复的过程当中 你帮助它代谢 更好的去恢复你的 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状态 能够帮助你夜晚间 慢慢的K老 所以呢 我们这边也是推荐大家 可以试一下 我们的早C晚A 而且A醇 它其实是一个 不稳定的成分 但是用科研式的A醇精华 它非常的稳定 因为它每一泵挤出来 它里面立马有一个口子 将它真空封住 所以每一泵出来都是最新鲜的 我们这边也推荐大家 可以来成套来购买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 有早C晚A套装 这边送给大家 这边呢 是我们正装的 我们的淡半精华 还有我们正装的A醇精华 买就送 30毫升同款的量 30毫升同款A醇的量 再加上 如果你是我们会员的话 额外再赠送你一个 40毫升的 我们的精华水 高宝石精华爽水 那同样 在我们这一个直播间下单 大家记得 还有我们的这个化妆包呀 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 A传的使用手册 都会推荐给大家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互动一下吧 来玩个小游戏 开始的时候 有说过写给粉丝的 Beautiful对不对 对 为什么刚才我们没有延展开呢 因为接下来 我们准备了一个互动的 我想问一下 我们今天在这边 如果自己从头畅浪尾 你歌词都记得牢吗 不啊 不懂了 不懂了 那今天呢 我们这边是准备了 五个KT版 然后呢 它上面是emoji的 这个 仿蓝光屏 更好的一个视觉 一个表情包 它里边是五句Beautiful的歌词 所以我们粉丝跟文文一起来猜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第一题 你这个贴的不是很那个什么 那我看 这样这样这样 幸亏我手大 来大家看一看 这个 这个是给你 给你 不对 这个是你 这是圈 圆 这是圈 这兴事 圆 溪 什么呀 说说说说 哎 这是我的歌吗 我歌是什么来 com 圆 是什么呀 这是戒 大家 大家指的戒 大家来猜一猜 大家来猜一猜 这个应该是全世界的花 对不对 全世界的花 全世界 这个是不是西 是是 这是全不是圆 所以是全世界的花 给你全世界的花 我 都 这是什么呀 那你就猜 区别这样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自己的歌就稍微猜出后半句 前半句应该猜出来了 都会给你全世界的花 这么简单 还在拿个区别证来 为什么区别证是会呢 就可能它是一撇一纳 就会 我们这个出题的人 我们后面也来问一下 大家有猜出来吗 大家有猜出来吗 大家说好送给大家 我们换一题好吧 换一题 那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这个 这个你的 这是忍者吗 忍者 你这个是会 家 等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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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好像不是猜自己的歌词 爱你的人等你回家 好像是重新创作了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我需要反应一下 我是呃出了名字不记得歌 哈哈哈哈 这也得找唐贱 爱你的人 等你回家 对对对 是吗 大家也都猜出来了 大家也猜出来了 大家比我厉害 主要是 嗯 我以为你会唱出来 哎 爱你的人 嗯 等你回家 OK 我们下一题 这个是披萨的披 清醒的心 嗯 披心带月 嗯 脚 哈哈 披心带月 脚丫 嗯 披心带月脚丫 过 过山车的过 嗯 然后下一个过生日 这个 过过过 过生 大家继续一下 大家继续一下 走 大家说你是故意的 大家说你是故意的 哈哈哈哈 哎 大家猜出来了吗 这个是披心带月什么 我得想想我以前的歌词 这个根本没有提示的作用 这个完全是靠我自己在记我自己的歌词 哈哈哈哈 这个要是 哎 披心带月什么 什么啊 披心带月走过 这个这个真的不知道 我得想想我原来的歌词 披心带月 披心带月走过了人海 你能跟我们唱出这一句吗 有伴奏吗 没有 好来 披心带月走过了人海 哎 那 第四题 哎 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们聊聊产品吧 我们说 还不如从头到尾 让我从头到尾唱下来好了 传 传 评 传评 全屏什么 全屏海浪 而且这又有一个传屏 鼓 岛 鼓岛 岛鼓着 鼓岛 人家鼓到什么呢 人家鼓到什么呢 哎呦 这个歌里边有鼓刀鼓刀 我想想 穿过海浪 穿过孤岛的星光 还是得从头唱一下 还是得顺 还是得靠自己 这根本没有用 那我们就是故意的 就向你老哼一下这个歌 来最后一题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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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刚刚是会 走会 微博的微 什么呢 气发糟了 我们下 不行了 下一题吧 这个真的是不行了 他们猜出来了吗 看他们 大家猜出来了吗 大家猜出来了吗 大家帮帮他好不好 大家帮帮他 真是绝了 大家说应该不是故意的 就是他